我们现在是在伊犁哈萨克知识州的首府 伊零市 从库车出来一晃已经半个月了 这半个月我们都是在车里面做饭来吃 也没有到外面去逛城市 因为这一路过来走独复嘛 没有什么大城市 这好不容易来到大城市了 必须要请黑妹和女儿 好好的去搓一顿 今天我们必须好好宰你老爸一顿 选最好吃的来吃 没问题 这后面就是鼎鼎大名的六星街 普通话 特别特别多的人 特别特别热闹 这个景区导览图 这个就有一点像那个小的八卦城的感觉 团是一圈 六条街吗 是不是六条街 咱先从哪一条街走起走 这里吧 全部逛完的话怕要两三个小时不 走走走 我把那个灯看上了 赶紧 买个回去放哪啊 挂起来 挂在车上 要挂车上也可以 你别说我朋友们 你看 这上面也有 这个灯一挂了之后 可能我们只有趴着走了 那个车厢 这只冒油的羊肉串 来 半个月没吃了 是真的响啊 来 干一个 这搞得好冷哦 嗯 味道不错啊 好吃好吃 这么大一串 这个是架子肉 狼跟架子肉 搞了两串 好吃一会儿再一人点一串 好 好冷 这里还有那个小馄饨 刚刚我尝了两个是羊肉的 还第一次吃羊肉的馄饨 它这个调料胡椒啊 炸起炸不得放的比较多 味道还可以 汤特别好喝这个 嗯 还不错 这是卖什么呀 冰淇淋 看一下后面排的对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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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有有 古兰丹姆 伊犁白莲苦乏手工冰淇淋 好想吃 去排队呗 我们饭吃了出来 天快黑了 现在十点半了 每年都忘不到头了 那时候排到咋 人越来越多了 越来越热闹了 我们回来已经十二点了 这个停车场还有好多车 我们这辆货车停在最角落的 现在还好 看我们后面 那辆车走了 对啊 位置腾开了 我们这个尾巴可以放下来 嗯 不然的话我们这尾巴都放不下来 先回车上去休息一下吧 对 这十二点呢 这边都还好热哟 这边的夜色磨刚刚才开始 对啊 好怀念在拱乃丝 那那提山上那种 晚上穿两件衣服的时候 现在还好热呀 现在都热 好热哟 听话没有 在家里面 啊 结了结了 哎呀 你看你整这些哦 我的烧水火都给我整下来了 他在开锅 说的是回来给我带羊肉串呢 今天那个羊肉串太好吃了 不用我们都吃完了吃完了 一会儿开锅给你整鸡胸和狗粮啊 哎 把空调开起来 哦 这晚上都必须要开空调了 这个瓜烂的没丢 买了好久了 十多天了 有点烟 应该没烂 看一下 没烂没烂 好好的 还很脆呀 我们出去都没有买瓜回来 这里有一个这个瓜 我们这下面还有一个大的西瓜 很大一个 我们都不敢花来吃这个 太大了 怎么吃得完 我们三个人 吃不完感觉丢掉了也浪费了 今天暑假开着这辆货车 带着女儿自驾游新疆 我看了一下后台 这段时间陆陆续续的收到好多网友们的留言 问的最多的就是 暑假带着小孩来自驾游新疆 各大景点人多不多 打不打几 还有朋友们比较关心的就是自驾游的路上路况怎么样 车多不多呀 甚至还有朋友们在顾虑新疆离家这么远 暑假到底值不值得带小孩来游一次 今天我们就用镜头全程的已经记录下了暑假 在这边新疆来游玩的真实体验 朋友们看见了 这个热门的景点的话 确实人还是比较多的 但是值不值得带小孩来玩 我想这也是肯定的 肯定是值得带小孩来玩的 因为这边的民族风情 还有各大的那种氛围 美食美景 这些真的值得带小孩来玩 你看他们跳的那种舞啊 还有这边挺小的朋友都会跳 那种气氛感觉特别特别的好 朋友们如果觉得开车几千公里 特别特别的累 时间也没这么多 还有一个特别好的办法 我们这段时间在新疆也碰见了很多 他们直接坐飞机过来的 新疆很多地方都有机场 那拉提伊林 喀什库尔勒 上面阿拉泰到处都是机场 你们可以直接坐飞机 到新疆这边来租车 我们碰见好多租车的 有些他们租车走 有独库公路的 有些租房车的 租轿车的 租SUV的 那也特别特别的方便 这样又节约时间 又把你们想去的地方给去了 反正新疆暑假 是值得带小孩来玩一下 这里刚刚还给妹妹买了 一套裙子 这里还有一个马甲 要不我穿一下吧 哈哈哈哈 一会儿枣是洗的 我准备去放尾巴 放尾巴把枣这些洗的 我感觉这个腰太细了 估计我差不了 一会儿试试看 期待一下效果 这个枣洗了 感觉在空调吹起还有点冷 刚刚没洗的时候 感觉还不冷 来吧 是挺方便 昨天是都没收它 好了没 哈哈哈哈 他跑到那里去躲 关在地方只有这么一点 拿床的话 怕的是扑到的是吗 行 准备睡觉 还忘记了拍咱家黑门市新衣服 哎呀 怎么样 好看好看好看 真的好看还是假好看 特别的好看 没毛病 行了别拍了 赶紧整个睡觉了 对了朋友们 这个视频咱就分享这里 咱们下个视频再见 晚安